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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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夏沉冬雪 不过轮回一瞥 舞蹈修炼 不闻一生远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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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堂 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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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算得救了 花千古是我长流还有天下的罪人 但他终究是我的徒弟 我是他师父 是我管教不严 接下来的刑法 由我来执行 走 也许 来 有 师父难道要用断念 剑杀我吗 那是他亲手赠给我的 里面给予了我 多少美好的 怀疑和愿望 从来没有一刻厉过身 可是 师父竟然要用断念 来处罚我吗 妈 妈 不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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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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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不要 不要用断念剑杀我 我到初赠你断念剑是为了什么 已经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 太让我失望了 好一个断念 明明是我的配剑 这才过了几年 竟然连我也使不断念 今天我用断念了 不要 走 虽然是不断念剑杀 但是我只有你 你也没有断念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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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会想不断念剑杀 他就没有断念剑杀 你也没有断念剑杀 把他咬入仙牢 没我的允许 谁也不出仙头 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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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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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 千古 来 子华 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着各派的面 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忽端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长留故一片子 他是我的徒弟 我想怎么处置 便怎么处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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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道之妖神出世 祸害重生 这世气跟萧滚丁 是长流带天下对他的惩罚 这一百灵异界 是我这个做师父的 对徒弟的惩罚 虽然来不及挽回什么 但起码可以让他就此毁了我 众仙慈悲 即便是欺杀犯下的大错 只要及时回头 都可以被原谅 萧滚年纪尚轻 还未能分辨是非和一百 是我这个做师父的 教导无方 当初在拜师大礼的时候 我答应我长流仲仙 要好好教导他 不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感到遗憾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长流 我对不起天下众生 我李莹与他一起受罚 子化 长流弟子听命 我白子化 将除去掌门一职 由世尊摩檐代为结果 余下这六十四根萧宫钉 由我来承受 是 极客之行 师兄 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对花签 错了就是错了 总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说好的八十一根小昏钉 那就一根也不能少 好 师兄 作画 四十九次了解 四十九次了解 戈派有什么意义的话 回头再乱 我 八十四 还有 美国 二十四 一沟 四十四 一沟 露子 一 Lu 不忍心杀你 他为你承担了一切 你慢点儿 来 千古 千古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救出去的 走了 千古 清水 千古 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去的 千古 走了 千古 走了 千古 走啊 走啊 千古 走 千古 你这又是何苦呢 看起来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 实际上 比谁都懂得照顾别人 为了你保护的人 门头受苦 一生也不肯 只是 你为了千古 毁掉了自己千年的导航 这到底值得吗 事先的事情 何谓值得 所谓的标准 不过是从心罢了 为人处事 只求个心安理得 好 好 那我问你 有愧和无愧的标准 又从何而来呢 你替千古忍受了六十四根销魂钉 使了大半的先例 现在 你无法在七杀攻打的时候 保护长流 这是有愧还是无愧呢 我知道 你是为了保护千古 但这样一来 即使他恢复了 也不能留在长流了 你让他如何来面对师父呢 是我的错 我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收花千古为徒 让他收那么多苦 师兄 这么多年来 这是我第一次 看你说话像一个人 我确实是个人哪 剧毒刚解 闲力失去了大半 每个一年半载 恐怕是恢复不了 一年半载 讨而杀千末 知道千古在这里 受了这么多的苦 又怎肯罢休呢 到时候 只怕他把长流搞得天翻地覆 也解不了他的恶气 是 唐宝 你别哭了 你看你眼泪哗哗的 看得我心里都发慌啊 心发慌算好的了 我这心都快乱臭麻了 唐宝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心里难过 可是你就算把泪哭干了 你也进不了仙牢啊 怎么办 怎么样 我们能进去吗 师父交代了 任何人都不可以去看花千古 千古受了这么重的伤 如果再不及时救治的话 他会有性命之忧的呀 你说 咱们难道不管他的死活了吗 你们说既然尊上都肯替花千古挨了六十四根销魂钉了 就说明他原谅千古了呀 既然这样你说世尊这倒什么乱哪 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 咱们长流不是有个规矩吗 徒弟犯错了 师父是要负责任的 唐宝 万一 万一尊上不是原谅了花千古 而是为了平复人心怎么办呀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必须得去剑骨头 大不了就是个劫狱 我就不信把他叫不出来 唐宝 唐宝 你冷静起 先劳不是说你想进就能进的 你贸然去了 不但救不了仙古 你也会被关起来的 关就关 大不了我跟骨头关在一起 就踏实了 唐宝 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大家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那你倒是说呀 只要你能说得出来 不管上刀山还是下黄海 我都愿意去 等等 我好像想到你一个办法 快说 世尊不是不让我们见花千古吗 但是他耐不住人心啊 我们大家去求他 求到他 不得不让我们见花千古 对 没错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就集体请愿 常规不起 一个两个他能拒绝 咱们所有人全躯的话 他就没法拒绝了 对呀 对呀 拿不住人家 不得不动人家 师父 花千古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恳请师父手下留情 世尊 花千谷就算犯了天大的错 他都已经受到的惩罚 再这样不管不顾下去 恐怕性命难保啊 村上既然已经替花千谷受刑 保他一命 让他回去思过悔改 为什么还要把他打入仙牢 让他自生自灭呢 世尊 就算不让千谷出来 让我们去看看他吧 至少 至少让我们去替他 上药疗伤也好啊 够了 你们这一个两个都想干什么 造反是吧 都给我起来 否则别怪我一门鬼伺候 世尊 您就让我们见见千谷吧 您就算网开一面吧 师父 尊上说过 就算是欺杀也有一颗向善的心 何况千谷他还不是 骨头不是欺杀 他还是长流的弟子不是吗 长流为什么要这么无情地对他呢 况且骨头平时连遇到一只蚂蚁 都会绕过去 他怎么会随随便便杀人性命呢 你 师父 首席 刘晴 你敢挡我 跟我进去 十一 我没事 等我 跟我进来 滚下 跪下 亏你还是我摩颜的弟子 为人处事经如此地糊涂 枉我在你身上白费这么多的心血 我原本以为你心思成名 是非分明 离应是下一届长流掌门的候选人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竟然为了一条虫子 你敢忤逆为师 你满脑子儿女情长也就罢了 可是你却偏喜欢上一条 你却喜欢上一条灵虫 我 你晕了头了啊 这是长流大计 你不知道吗 你如果再这样堕落下去 下次却就是你的榜样 您就是为了这个 要杀唐宝的吗 你舍不得我杀他可以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再跟他有丁点的纠缠 我就当你什么错都没有犯过 师父 如果您认定我错了 我就会继续错下去 你说什么 我喜欢唐宝 我要和他在一起 就算日后不会做长流掌门之位 就算日后不能留在长流修仙 我也要和他在一起 岂有此理 满嘴地胡言乱语 自甘堕落的东西 师父 闭嘴 我心已决 闭嘴 我以后会全力保护唐宝 你给我闭嘴 我看平日里我就是太善待你了 竟然说出如此混账的话 还不以为耻 跪下 你给我跪下 你今天就跟我跪在这儿 哪儿都不许去 不然你吃点苦头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不以为耻 不许 为了花千谷 做出这么循司妄法的事情 亏我还叫他一声尊上 好一个徒弟加一个师父啊 长流的脸被他们丢尽了 花千谷偷神器害的是我爹的性命 应该交给我们蓬莱发落 是生是死 应该是我说了算 白子花用几个破钉子就算了事了 这偏心偏的未美也太过分了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 校伙您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如今花千谷已然是个废人了 长流也算是给了我们一个交代 校伙 我爹丢了性命 是他花千谷身上扎几个破窟窿 就能弥补的吗 我爹是什么身份 他花千谷算个什么东西啊 就算他化成灰 这事我也不会算了 怎么 师兄之死已然是个事实 你就是再生气再不甘心 也没用了 如今 还不如专心接管好蓬莱 光大门眉才是正经啊 蓬莱我自会好好管 但门眉之事 可不能随随便便被人蒙羞 若不能让那死丫头 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 我你满天就枉为蓬莱的心掌门 哪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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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也免得我多费口舌 我要你帮我送进长流仙牢里 让我亲手杀了花千谷 什么代价随你开 我只求越快越好 拖得越久 他欠我的就越多 这个交易我做不了 你回去吧 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会再做任何伤害花千谷的事 因为我拖得太久 欠他太多 你是一宿君 你们一宿阁不是向来只做交易 只谈代价的吗 倪千丈是被单春秋所杀 嫁祸于花千谷的 你要报仇的人并不是他 至于兽丰 他本人就是盐水域的缺块 到了适当的时机 自然放下人形回归 你用不着替他说话 花千谷收集的十方神器 为了谁我再清楚不过了 你别告诉我 那你不知道事情的缘由 不管是为了什么 为了谁 他从来没有想伤害过你 况且 他现在已经得到了僵硬的代价 你为什么还执着不休呢 你别弄错了 是他执着在先 我不休在后的 他为了喜欢的人可以不顾一切 我为什么不可以 这篇账 我就是要散在他花千谷头上 你可以不帮我 但你要是阻止的话 我还是会想尽办法对付花千谷的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让骨头不再受任何伤害的 不管是身为异小军 还是毒防御弃 你不必为我担心 师尊毕竟是我师父 怎么会为难我呢 那师尊同意我去剑骨头了吗 酒也不行 床也不行 难道我就真的 见不到骨头一面了吗 不行 就算豁出去我这条命 我也一定要去见他 唐宝 你冷静一下 别冲动 冷静 冷静 你们一个个都知道叫我冷静 冷静我就能见到骨头了吗 好 好 我等一下贾传师父命令 带你进去 那要是这样 神总会严惩你的吧 顾不了那么多了 十一 别说了 走 天啊 要不 kom 我立即养 正好 黄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我知道错了 不要跟我走 师父 小姑 错不在你 错在师父 上诸显著 寿孝昏定 如何平息人目天目 千足万足 都出自我手 受苦的却是你 小姑 如果一些事情 一开始就注定是错的话 那么就无法往回了 是 初手上 是要你用心恨我 因为爱上你 我别没了我 我别没了我 让一切都随风散落 不信不可说 是我不能说 相拥之承诺 别怪我懦弱 请不容你我身 忘乎你而活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我才成了我 共你沉默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我才成了我 共你沉默 你去见他了 你去见他了 你都已经虚弱成这样了 还要耗费自己的那里 去为他疗伤吗 你的断念见 让了吧 这是师父留给你的 也是你自己很喜欢的 不是吗 这世上 没什么是我喜欢的东西 顺其自然罢了 更何况 一把废剑 要来何用 可既然你送给了花千古 那就是千古的东西 你又怎么可以 说扔就扔呢 即使你出手伤他 他也未必会恨你 也不一定会明白 你的一番苦心哪 我要休息了 我请你 孤头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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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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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药拿来了 你快告诉我怎么可以进去 我去跟你上药 那些药是没用的 疼的地方 在心里 骨头 我的光灵呢 我的光灵呢 骨头 你的光灵 我的光灵 光灵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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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千丈是被善春秋所杀 嫁祸于花千谷的 你要报仇的人并不是他 至于寿风 他本人就是盐水域的缺块 到了适当的时机 自然放下人形回归 明明就是他花千谷的错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替他守华 他害死我最重要的人 他应该付出代价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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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师祖 师祖 我有很紧要的事情向你汇报 有什么紧要的事情 要这么晚特意跑来说 对不起 师祖 打扰你休息了 那你说吧 敢问师祖 花千古的事情 今后将如何处置 你也是为了花千古的事情来的 师祖息怒 弟子不是为了花千古 弟子是真的有事情向你汇报 花千古可遵上他 够了 没有想好 就等到想好的时候再说 师祖 不是我没有想好 是我说不出口 那就等你能开口的时候再说 师祖 师祖 虽然我说不出口 但是 我会让你亲眼看到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就请师祖跟我去一个地方 师祖 师祖请看 这是绝琴池的水 没有和其他水混合稀释过 是弟子亲自从古神兽的口中接来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弟子只是想要师祖看到 事情的真相 是谁 是谁 过了点绝琴的水就已经这样了 不 这么深的寝宁 要是扔到三生池中 光怕腐蚀得连骨头都没有了 这个孽徒 竟然 竟然爱上了紫花 你就是为了让我知道这个 紫花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你尊上的性格 早就不会把它留在身边了 如此孽徒 我长如绝不能再收留 花枪谷 即日起流放蛮荒 永不召回 花枪谷 绝情水的滋味怎么样了 你妈爹 你杀了我吧 杀了你 没那么简单 我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你的丑事 你知道我是和谁一起来的吗 是尊上 是尊上 师父 师父 拜你所赐 我已经亲口向尊上禀报实情 只好请他到先牢里来 看着你受绝情池水之行 一边逃到打滚 一边哭喊着叫师父 不 不要 尊上可是大发雷霆啊 他没想到 他疼爱有家的小弟子 对自己怀的是这种肮脏龌龊的心思 他后悔极了 后悔没有把你啄出师门 还让你在这世上苟延残喘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就是要说 你以为有一宿阁主帮你 我就怕你了吗 你说什么 一宿阁 你还不知道吧 东方玉清就是一宿君 东方 一宿君 不可能 不可能 东方怎么会是一宿君 真是好笑 那我告诉你们 你最信赖的东方玉清 其实就是一宿阁阁主 也就是一宿君 原来他一直都在骗你 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倒偷神器的事情 可能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吧 东方 我怎么可能 那是这世上 对我最好的人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看你真是可怜 你这蒙在鼓里 什么都不知道 他若不是一宿君 他凭什么封住我的舌头 不让我把你的丑事抖出去 这酒店 东方 哎呀 心躺那么吧 是不是想找他问个清楚啊 不过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因为我就是想要看到你生不如死 你 此生已经下令 今日起 将你八佩蛮光 永不召唤我 走 左上 东方玉卿求见 叫他进来吧 是 事已至此 我就不跟你废话投圈子了 让我带小谷走 我愿意放下一切 穷极一声 去呵护照顾小谷 我知道小谷喜欢的人不是我 但我不在乎 我只希望他安安稳稳 平平静静地过一生 只要你让我带小谷走 什么一宿阁阁主也好 什么窃谷知仇也好 我都可以放弃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你什么意思 有什么话 你跟我到县楼去跟小谷说吧 尊上 世尊交代过 谁都不能见花千谷 太好了 人家不能见我事 她也没见我事 现在还没见我事 不知道老三 很糟了 不知道为谁接走了 来 来 来 沙千末昨天夜袭我长流 罪徒花钱谷被其劫走 所以 从星天起 所有弟子必须小心谨慎 严防弃杀来我长流再次闹事 听清楚没有 好 听清楚了 用你的手 借我的锁 跌入这温柔漩涡 千丈风波 万般蹉跎 经意都不曾变过 一世千般 地面成火 爱之一一错再错 一生之间 一生四生 粉碎沉默 爱上你爱上了错 是要你失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造作 有时不可说 有时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步一迷笑 一步一伤心 一步一切能化作 飞恶护火 因为爱上你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让你失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逃脱 有时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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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能说 相拥着承诺 别怪我懦弱 请不容你我 舍我护你耳朵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你承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